叔叔阿姨 欢迎一星奶奶 欢迎蜜世界姐姐 欢迎你们 欢迎小可爱 叔叔阿姨好久不见 我现在正准备回去 然后我还背着一个背兜 叔叔阿姨咱们在直播间的 晚上好呀 叔叔阿姨 去哪里 你哥 我现在应该现在马上回家 我这边来看一下 我前两天 就是种的葱葱啊 这些叔叔阿姨 我自己家的地你们看 看得到吗 我自己种的葱葱那里 然后我看了一下葱 然后我现在就准备回家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们晚上好 晚上好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晚上好呀 叔叔阿姨 因为我已经也有好多天 应该没有给你们开直播了 所以我今天也想你们了 因为有好多叔叔阿姨 也问我怎么这么久没开直播 所以我现在给你们开个播 所以下午好 叔叔阿姨 你们吃饭了没有 现在马上六点过了 我有点晃吗 肯定是我走得太快了 等一下 这样呢 这样好点了吗 这样好点了没叔叔阿姨 好点了没这样 就欢迎你们来我直播间 今天我现在准备回家 回到家里面 然后自己给自己做顿饭吃 那我就歇歇吧 然后我就给你们白白龙门证 现在直播间23个叔叔阿姨 咱们在直播间的打个赞好不好 咱们打个上人 因为今天我临时给大家开播 我也希望叔叔阿姨 就了解了解我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好久不见呀 密斯姐姐姐 对好久不见 您昨天晚上还给我发消息呢 谢谢你的关心 谢谢你们 也谢谢所有就在我直播间 我知道现在第一时间进来的 像李哥呀 密斯姐姐姐啊 还有大胖小胖啊 还有文宝英 全部都是我的娘家人 所以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 然后也非常非常的谢谢 有你们在陪着我 所以我今天也有一些心里话 就想给大家说一说 就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欢迎你们 然后我今天其实心情也挺好的 因为这两天 我和奶奶通了电话 我也和姐姐通了电话 因为看过我们视频的都知道 奶奶被郡哥接到上海去疗养去了 然后姐姐也去大城市里面去发展 你们应该知道啊 叔叔阿姨 现在直播间 59个叔叔阿姨 你们晚上好呀 你们吃饭了没 没吃饭的 你们都没吃饭 然后现在马上七点 马上是差不多六点过 然后将近七点 你们都来陪伴着我 我现在就回家 回到家之后 我就想给你们说一些 我发生的一些事情 你们也可以在公屏上 就给我多聊聊天 给我多互动互动 给你们看一看 我们这边的风景 叔叔阿姨 好看吗 我这边那个环境可好了 叔叔阿姨 给你们365度看一看 这边风景可好了 这是陈欣 每天的必经之路 每次去收山货 我都要从这条路 然后一直一直走 然后走到那上面去 叔叔阿姨 走到那上面去 那个山顶 这就是我的必经之路 阿俊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这两天 俊哥说他比较忙 然后我们也没有 怎么就发消息 然后打电话之类的 就晚上好呀 叔叔阿姨 然后我现在 就想和你们聊聊天 也想和你们分享 分享我最近的状况 也想让你们知道 我的一个心理 就是心理 然后也想让你们知道 我和俊哥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是四川这边的 我是四川这边的 那个小秦呢 我对叔叔阿姨 我背的东西 你们要看吗 叔叔阿姨 你们要不要看 要看我把它放下来 我把它放下来 给你们看看好不好 那我放下来 我给你们聊聊天 就这样吧 那我已经走了差不多 我从四点过出发 现在差不多六点了 我都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然后我现在放下来休息休息吧 也给你们聊聊天 就摆摆龙门镇 好不好 叔叔阿姨 就你们有什么 就想知道的 然后想关心我的问题 你们都可以发在就弹幕上 我都可以看到的 你们那的条件真艰苦 我都习惯了 我都习惯了 不要 不要理那个小秦 我知道 现在直播间 一百七十多个叔叔阿姨 你们应该也看过 就前两天 小秦和我 还有俊哥 我们三个人 发生了一些事情 包括小秦对我做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都 我都不在意的叔叔阿姨 我真的不在意 因为俊哥 但是你说我不在意 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在意俊哥 说实话 我还是有一点点 就是 因为他们两个毕竟差不多 据小秦跟我说 他们两个应该差不多 之前耍了有三四年左右 耍了有三四年左右 给你们看一看 看一看 我现在要接着走了 叔叔阿姨 不然一会儿天就要黑了 不然一会儿天就要黑了 所以我现在要接着走 我放一下 我放一下 我把它背起来 我要接着走了 对 因为应该 看过我们视频的都知道 我和俊哥 全部 发生的事情 然后和小秦 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知道你们心疼我 叔叔阿姨 不过 我觉得嘛 人 要以乐观为主 别人带你怎么样 你不可能 就 以同样的方式去回报别人 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奶奶从小就教我 咱们要用真心去对待别人 咱们要 要 以诚相待 对不对 叔叔阿姨 别人对你可恶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对别人这么可恶 我有点喘 压还压 哎呀 我有时候 其实 我说到这么凶 但是 我做不到 李哥 我做不到呀 叔叔阿姨 我做不到 叔叔阿姨 咱们现在直播间 700多个叔叔阿姨 应该都是 我成心的娘家人 然后 有好多好多叔叔阿姨 就给我发私信呀 然后 关心我 我 我真的 我在这儿 由衷的 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 由你们 是我这辈子 最最最幸福的事情 真的 哎呀 叔叔阿姨 我真的很感动 很感动 我知道 谢谢你 所以叔叔阿姨 你没点关注的 可以帮我点点关注 加一加我的粉丝灯牌 谢谢你们 叔叔阿姨 对 感谢灰太郎的关注 这样吧 叔叔阿姨 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看没看过 就我和小秦发生的 就是发的上一条视频 你们看没看过 看过的咱们打个小一 好不好 看过的咱们打个小一 看过吗 都看过吗 对 看过的咱们打个小一 然后 我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然后给你们讲一讲 给你们说说清楚 到底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为什么 它会这样对我 然后我心里面 其实 我也是女孩嘛 叔叔阿姨 我自己 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 就不去在意这件事情 我肯定是会在意的 对不对 叔叔阿姨 哎呀 也不存在这些嘛 感谢汪秋姐送出的小信心 对 哎呀 我知道你们喜欢我 而且我也知道 你们不想让我受委屈 所以叔叔阿姨 谢谢你们 就为我打抱不平 打抱不平 好不好 感谢李哥送出的粉丝灯牌 谢谢你们 而且今天 俊哥也给我发了消息 我也给他 简单的就聊了几句 我知道 小心 等一下 哎叔叔阿姨 好像有人在叫我 小心 谁啊 怎么现在才回来 哎 那 叔叔阿姨怎么说 草草草草草草草到啊 你们听到了吗 你怎么在这里啊 小情姐 他们来找你的 你来找我干嘛 有什么事吗 我来 见见你啊 嗯 见我干嘛 那你快坐呗 你先把东西放了吧 看你背的 你又去哪儿 没关系 没关系 叔叔阿姨 好像 嗯 等一下 我先把东西放了 我先把东西放下 嗯 等一下 哎 他怎么会来我家呀 叔叔阿姨 那个小情姐来我家干嘛 你们刚刚听到了吗 你们刚刚听到 小情的声音了吗 嗯 听到没有 叔叔阿姨 我先把东西放着 他到 他来我家干嘛 叔叔阿姨 他来我家干嘛 听见了吗 哎 我 我现在要过去 不理他 都不理他 都不理他吗 嗯 给男朋友 那个 嗯 你今天给我发短信 是有什么事吗 你今天来找我 我今天专门来找你的呀 想劝劝你 劝我干嘛 你跟他 门不当户不对的 对吧 嗯 这些事情 我自己会处理 这你就不管 嗯 因为我和俊哥 一路走来 这么困难 也经历过了 所以 我们会一直 我觉得你的家人 会觉得 让你发展更好 让你换一个更好的 阿俊 他给不了你什么 我可以给你一份 很好的工作 但是前提是 你呢 跟阿俊 分开 嗯 不是 那个 小琴姐 这个是 两个 这个 这个完全是两个事情 他不是说 一个问题 这是两个问题 至于我和俊哥 在不在一起 和 我有没有工作 他不是说 一个事情 小琴姐 你不想发展得更好吗 你的家人 那么多 但是他们能给你 带来什么呢 对吧 我可以给你一份 更好的工作 让你从灰姑娘 变成 一个 小公主 白天鹅 而不是现在的 这样的丑小鸭 你觉得你现在 站在他身边 站在他旁边 你觉得配吗 你不会觉得 你站在他旁边 跟他接触的人啊 什么的 你不会觉得 很有压力吗 你知道为什么 高阿姨那么喜欢我们 因为我们门当户对 我身上穿的衣服 我觉得你可能 一年两年 能赚得回来吗 一个包 你能想象一下 它可能是你 赚很久很久 都赚不到的钱 你不想发展得更好吗 那个 小秦姐 我现在 其实已经很知足了 我 只要和俊哥好好的 都可以 治愈工作嘛 如果有好的机会 或者是有好多工作 我一定会珍惜的 并且我也一定会努力的 所以这个不用你操心 小秦姐 你现在有很好的工作吗 有很好的机会吗 没有 对吧 你家人也没给你带来什么 对吧 我可以给你更好的机会 我可以让你做更好 站到更高的位置 人是往山上走的 水才往水 往低处流 你要往上面看 你问问家人 你是不是应该发展得更好 你值得更好 没有啊 现在 我的娘家人就特别多 就没有像你说的那样 我孤立无援的 我现在 特别特别多的娘家人 所以你不用担心我 就业的问题 而且我的娘家人也会 你娘家人那么多 对吧 少阿俊也没有什么呀 有娘家人陪着你呀 你竟然都说 娘家人可以陪着你 你今天来 你到底就是什么吗 你来找我 其实我们两个也 没什么可以说的 我就是想来劝劝你 对吧 那上一次 咱们吵过什么 闹过什么的 但是作为女的嘛 我也希望你可以做得更好 发展得更好 我也可以跟阿俊好好的 你也可以发展好了 你也可以找一个 更适合你的 你不想发展得更好吗 不是 那个小琴姐 因为之前是我听俊哥 说了你们的事情 是 你先对不起俊哥的 那现在 你又来找我 就是给我说这些事情 或者我工作这些事情 其实 没什么意义的 那个时候 对吧 大家都年轻 都小 人嘛 都会犯错呀 我现在 工作好了 就发展好了 回来再找他 不对吗 你觉得呢 你觉得你现在 站在他身边 你觉得 不觉得就是 平时站在他身边 跟他 看他聊天 什么的 然后 不觉得有压力吗 我要和他在一起的决心 你待在这里 你多大呀 你那么年轻 你看着 看着那个脸 我的天哪 那个手 那头发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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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往外面走一走 你看一看 外面的世界啊 我可以给你更好的机会 对不对 可以给你一个发展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要呢 只是需要 就是说 离开阿俊而已 我现在这个样貌 是我父母给的 我很喜欢 所以 你不要再 就说 类似这样的话 至于你刚刚说 就打工的问题 我自己 有好多方法 我自己知道 我反正 我来今天 专门来找你 就是想 劝劝你 其实 你可以发展更好 只是说 阿俊 不适合跟你在一起 你也不适合阿俊 不是 我就觉得 我觉得啊 没有适合 不适合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只要真心对待 我就觉得 是 很好的 你们觉得 我说的对吧 苏苏阿姨 两个人 他没有适合 不适合 只要两个人 互相磨合 或者是 两个人 安安稳稳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其实就是 很好的 你们觉不觉得 苏苏阿姨 你们觉不觉得 苏苏阿姨 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在这儿 在这儿我觉得 现在这个社会 面包才是最重要的 爱情有什么用呀 你不会问一下你家人 你发展更好 他们不会更开心吗 他们现在能给你什么 你的家人吗 不是 嗯 其实 我觉得啊 那个 小琴姐 你说这个话 其实 我是 不赞同的 我给你们 我给你们